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维国FM 外国电台特别专栏节目 七分钟脱离尾嘻哈 我是你们的MC范范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来和你们聊一聊 现局欧美说唱女皇帝位的Nikki Minaj Nikki Minaj一直都是嘴直心快的人 出了名的敢爱敢恨 对自己不认可的事情 从来都是非常直接的表达真实的想法 就好比今年发布新专辑的Queen的时候 因为不服Travis Scott靠捆绑周边冲销量的做法 直接就在自己的Queen Radio diss他说 根本就没卖到那个数 就是个汇博眼球的傻叉 还在推队上直接对公告牌的规则表示不满 当然啦 这也绝对不是Nikki Minaj第一次公开胡思了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我知道我是个Beach 还是最表的那个 所以 以表制表 基本上就是Nikki Minaj屡失不爽的一个绝招 而对于大众来说 可能最有名的三段互撕互怼 就是和Cardi B 美美以及Mariah Carey了 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一段 在Nikki Minaj沉寂的这四年里 Cardi B在欧美hiphop圈的地位 也是像火箭一样 窜身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就好像是瞄准了Nikki Minaj一样 Cardi B的很多造型和Nikki Minaj都非常的相似 脸毛的同学 可能也是真的傻傻分不清 而后 Cardi B也是用上了Nikki Minaj的发型师 Nikki Minaj因此无法和Cardi B同台 却又被说成目中无人 当然 除了这些意外 这两位女rapper最早的一笔旧账 其实是去年和乐队Migas的合作 Cardi B在采访中说Nikki Minaj乱改词 而这对向来以词为骄傲的Nikki Minaj就相当于是人身攻击 所以Nikki Minaj就请参与合作的好友Quavo出来澄清 没想到Quavo却说 除非你当我女朋友 那段时间 社会上对于Nikki Minaj的质疑铺天盖地 最让她伤心的就是 大家把Nikki是个坏人 当作喜闻乐见的娱乐新闻 而Cardi B和Quavo宁愿看着我被疯狂抨击 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两位女rapper要成为死对头的时候 没想到在Mate Gala上 两人却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和解 还被拍到了几张长谈的照片 不过之后的采访又各自一词 也是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真的有点战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了 那除此之外 Nikki Minaj也曾经参与过水果结合美美 这对宇宙级别的大战 2015年的VMA大奖 Nikki打破了记录 但却只获得了三项提名 事后直接在推特上说 是不是因为自己肤色问题 或者不是个瘦女孩 与此同时 有着九项提名的美美就说 Nikki 我什么也没做 我爱你 并且支持你 我们不应该让女性相互攻击 可能是哪个男人抢了你的提名呢 并且还表示 如果自己得奖 一定会邀请Nikki Minaj一起上台 一般来说 这种时候 大家打个马虎眼也就过去了 可Nikki Minaj 毕竟是Nikki Minaj 直接抛出一句 我没有针对你 你at我干啥 我会自己上台的 在舞台上拿回我应得的奖 而这种时候 美美的死对头水果姐 更是把局面推向高潮 讽刺美美还好意思提醒别人不要撕 当初是谁踩着别的女人 大转特转的 也就在大家等着看戏的时候 VMA现场 你得表演到一半 美美空降舞台 两人在台上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 热情拥抱 只留下了在风中凌乱的 吃瓜群众和水果姐本人 而最最精彩的是 时隔两年同样的VMA现场 Nikki又和水果姐同台 合作了众所周知 Diss妹妹的Swish Swish 估计美美也是和我们一样 不知所措 一脸懵逼吧 虽然 美美现在已经和水果姐和解 但女人心 终究还是海底针啊 虽然在Nikki的世界里 看不惯的事情或人 就一定会说出来 不了解她的 也觉得她每天都在 堆天堆地堆全世界 可是啊 对于真爱粉来说 Nikki真的就是一个 超级nice的人 Nikki对粉丝 对前面和闺蜜 基本上都是好到挑不出一根刺的 去年有粉丝在推特上问 Nikki能不能帮她交学费 没想到 Nikki还真的回应说 如果你能考到全A 我就付钱 而且只要证实信息真实 任何国家的都可以 之后 粉丝群里也引起了一阵骚动 纷纷晒出自己的成绩 没想到 Nikki竟然全部同意了 在今年9月份的艾伦秀上 Nikki Minaj就为现场的三位粉丝 每人捐助了5万美元的学费 而且也有知情人透露说 不管是回老家 还是在节目中 盼到自己的粉丝 Nikki最爱叮嘱的一句话就是 好好读书 对粉丝说 我喜欢工作 也想让你们知道 不必安于现状 应该追逐梦想 Nikki Minaj的实力充分 也不单单只表现在这一件事情上 新专辑 Queen的一拖再拖 就是因为 只想做出让粉丝骄傲的作品 Nikki Minaj也会因为 舞台效果不满意 没有在粉丝面前 呈现最好的自己 而在后台爆粗口 Nikki说 粉丝就是她的家人 所以也难怪 有那么多的人 愿意死心塌地的 喜欢Nikki了 而更让人圈奋的一件事情是 Nikki Minaj 对于自己的前辈 也是无比尊敬 见到传奇歌手 Laurie Hill的时候 就直接行了贵安礼 从来没有怼过任何的一位前辈 相反的 一直都在感谢这些女rapper 改变了时代 而最近上海举行的DWP音乐盛典上 Nikki Minaj 发演的消息 也是闹得纷纷扬扬 从上海DWP 根本没有得到官方授权 再到官方和Mikki 沟通的是八千人的现场 但最终现场只到了一千人 人少的 甚至还不如一个Life House 等乌龙事件 都让我们着实觉得有些丢脸 但Nikki 还是在自己的印象上表示 未来会和更好的合作伙伴 来中国做演出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更多的就是期待吧 当然 也希望下一次和Nikki的合作伙伴 就别再给我们丢这个脸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也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电台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也请持续关注我们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想吐槽的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甚至是你有什么 非常喜欢的rapper 想要在节目中听到 也可以随时留言 或者私信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一期的Wiggle Rap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建议 一定要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 Wiggle Rap这张节目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喜欢hiphop的人 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手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许下一期的节目 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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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